她是这样走来 就不是了,很花费 以为自己不得了,不是 不忘初心 是最容易的 所以就算我这个陈兵彰这个画家 广州攀于陈永强居所一楼 士气化石 约20平方 制设方正 与生活空间咫尺之遥 画室外小花园一侧 有一座岭南制式的凉亭 每天早上起来 陈永强都会来凉亭下坐一坐 放空,思考 花园里不仅有珍奇豆艳的花花草草 还有一棵在陈永强画作里 经常见到的木棉树 我十多岁的时候拜梁先生做老师 第一次去到画室 第一次见到一张画 拐到家里 圆足人生似木棉 灵云百石气冲天 花开映日红鱼血 水落纷纷暖大天 看了我的画 就是木棉的人格化 心中打到我露海 我说木棉试试长大孩子 木棉看直式正 木棉是直的 颜色是红色 木棉感染我从小来 那我就画木棉 六八十年 我回到家 我回到家听话 还未回到家 對大二人有什麼感情呢? 以前我都畫花絲畫的 但是我和生命和大二人是觀望者 是旁觀者 但我回到去 我在土地上找食 我衣食連繫著我 我生命和泥土結識了 我才完成了一個作為花絲畫 是要真實知道的生命的本意 我很感謝鄉下給了我真正的生命意義